交易的智慧,醍醐灌顶,阻力最小的秘密,在这个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事物均遵循着阻力最小原则,尽管我们很多时候并未留意,光与水的智慧,光是节约时间的典范,它永远以最短路径行进。 在真空中,光与30万千米小时的速率延直线传播,半射时,光所走过的路线,入射角等于反射角,折射时,入射角与折射角的比例,与两种介质的折射率,保持着特定关系,框的行为,取决于介质的根本结构,光在介质中,始终以阻力最小的方式传播,任何一条其他路径都是弯路。 再来观察水,水的智慧,远非世间常人所能及,河道宽,则水流缓慢,河道窄,则水流湍急,水的行进路线也取决于河道结构,或直或弯,若水流遇到一块巨石拦路,它不会去努力翻阅,而是明智的绕道而行,努力哪痛苦之源? 那么先问个问题,你喜欢交易吗?你为交易努力过吗?PS,这不是问你,你喜欢赚钱吗?你为赚钱努力过吗? 现代教育崇尚努力和竞争,宣传名人早年充当拼命赛狼的报道比比皆是,似乎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但真是这样吗?上孩子每天比别人多练两个小时钢琴,将来他就能成为莫扎特,比别人多画两个小时的话,就能成为达芬奇。 天才是1%的天分,加上99%的汗水,这句话没错,但不要小看那1%,他决定了剩下99%的汗水的性质,拥有这1%,努力便是成功之源,缺少这1%,努力只能成为痛苦之源。 努力,即使图用强大的意志,克服最小阻力的约束,与环境和自身心境对抗,从这个意义来看,天才或许从来都没有努力或侵犯过。 在常人眼里是在做拼命三郎,但事实上他们不过是顺应自己心灵的召唤而已。 半夜12点,肖莫扎特在练琴,凌晨1点,在父母棍棒虚实下的一个小男孩同样在练琴。 外表相似的行为背后,是全然不同的结构,前者在享受整个音乐行云流水的过程,后者或许仅仅出于不愿挨打的目的,顺心根本无需努力,只有维心才需要努力。 爱因斯坦曾说,我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如果您发现自己每天工作都不开心,都在努力克服许许多多的障碍,一切只为等待发新日,那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您不是做这件事的天才,画家每画一笔,想着这一笔能给自己带来多少财富。 他不会是一个好画家,不热爱足球,只希望借助踢球,让自己拥有豪财的球员。 不会是一个天才球员,立志要得了洛贝尔奖的人,一定得不了洛贝尔奖,不能享受投资和交易的过程,只求在交易中快速获利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好的交易员。 更看重享受过程,还是更看重享受结果,或许正是少数成功者与多数失败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克服内心的挣扎,试图用鲁币来麻痹神经。 从交易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运势,那些让您彻夜难眠的交易单,十有八九会以亏损收场,因为很明显,您已经不是在享受过程了,而是在被整个过程煎熬。 不断的寄希望于这个过程早点结束,好让自己最后得到煎熬的回报,不幸的是,人的心灵往往是最准确的罗盘,密切而为不仅让整个过程痛苦不堪,而且结果也往往不尽人意。 改变结构,方能改变结果,以努力作为手段的行为,是指标,为由改变结构方能去本,至于犹如至水,堵不如疏,要想改变河流的走向和强度,必须在河道上做文章,不想让水太急,可以把河道心宽一些。 以为风堵可能决堤,而积极疏通反能饮水灌溉浓田。 对个人而言,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不满,那么这时最需要的是自行,而不是继续努力。 换一份工作,换一个环境,从结构进行调整,要比运用意志力重要得多。 人生最重要的是,莫过于搞清楚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究竟是做什么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将姚明去打平堂球,巴菲特去做中文系教授,恐怕他们再怎样努力,也难以获得现在的成功。 一旦寻找到这份上帝安排的职业,就找到了心中的事。 从而顺势而为,为过程而快乐,而非为了得到一个结果委屈求全,对交易者而言。 必须认识自身结构,性格与心理,认识市场结构,分形与波浪理论,做到知己知彼。 市场是自然的函数,稳定获利的途径,也注定是一条阻力最小的通途,而非让人心力交费的战场。 分手线分手线形态是由两根具有相同的开市价,运动方向相反的K线线组成。 分手线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前因后两组合形态,另一种是前因后因组合形态。 两种组合形态的性质有所差别,间异形态多显示满入信号,后异形态则多显示满出信号。 分手线出现的频率不高,一般出现在上升行情和下降行情的运行图中,处在上升行情中的分手线。 可是十座多,处在下降途中的分手线是一座空,分手线注意事项。 一,依应一样两条图线式体的长短要求大体相当,若是一条过长一条过短,会降低判断的准确性。 二,两实体间允许有效缺口或轻微的渗入。 三,分手线出现的位置不同,所代表的意义不同。 分手线应用技巧,分手线在看跌的时候,准确率比看涨时略高。 因此,当阴线分手线在高位出现时,一旦见第二根配线低开逼走,因此机减仓,随后若有技术性反弹,可轻仓。 当阴线分手线出现时,是下跌的信号,因及高景气,一旦估价上升法力,收出阴线,因及时离场。 分手线买卖要点,分手线注意事项。 一,依应一样两条图线式体的长短要求大体相当,若是一条过长一条过短,会降低判定的准确性。 二跌位的阴线分手线出现后,不能再当日做多,因等到收阳线时,才可买入,因为阴线分手线的最后一条线是阴线,属于下跌走势。 在下跌惯性的作用下,股价还会继续下行,输了阳线,才是指跌迹象。 三,处在高位的分手线,无论是阴线分手线,还是阳线分手线,真是强烈的外出信号。 高位分手线出现的频率很低,一旦出现,就要毫不犹豫的出手,不然就会失去一次难得的逃顶机会。 四,两时体间允许有小缺口或轻微的渗入。 自从有了资本市场,人类就多了一个无形而残酷的争夺利益的战场。 各种关于如何在这个战场作战的理论,也就应运而生。 正统的熟学院派,基本分析派和技术分析派,边缘的如混对理论,星象理论,周一八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尊重并也曾沉沉于这些理论,但作为一个市场时战交易者,现在我更看重对市场语言本身的解读与感悟。 为什么那么多人沉沉于资本市场,难道全部是受金钱的诱惑? 不,潜意识的陶醉于人类赌信本能,也是很多人滞留于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追求刺激,惧泡无聊,盲目自信,屡败屡战等赌信恶征是人性使然。 而几乎天天波动的热尖杂波,却也提供了很多貌似可以行动可以盈利的机会。 于是,受制于本能的独信,很多交易人只是将自己的精力和热忱放在希望能够迅速获利的侥幸心理上。 对真正冷静的观察市场,对如何建立能够确保自己稳定盈利的投资风格,投资策略,投资心理反而关注不多, 并往往贫乏的情绪性地交易,而很难耐心地等待进退又去的入场和出场时机。 南卦交易大师威廉姆斯说,我对交易的艺术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最近一两笔交易本身的兴趣。 华尔街的大吵家杰西利悟默说过一句发言深省的话, 赌博和投机的区别在于前者对市场的波动压住, 后者则等待市场不可避免的升和跌。 在市场中赌博是迟早要破产的,多年前,就已经把这句话贴在自己用于交易的电脑上。 在市场,我们碰到最多的问题,是诸如能涨到哪里去,或能跌到哪里去此类的疑问。 这些问题或许是不经意的提出的谈刺,或许是认真的求索的课题, 却常常在实实在在的强化着我们的一些思维, 即市场的未来到底会如何,如何预测或猜测的未来。 现实生活中乐此不疲的探寻这类问题的人也如过将之际。 我们就常常听到有人为某次对市场正确的猜测而引以为好。 这是非常正常也非常可以理解的思维,为了探寻和猜测,市场未来趋向的奥秘。 自己也不时对市场的未来进行一些猜测, 自己也曾研习过从一经八卦,此为斗数的混沌理论,神经网络, 从形象假说和周期假说,到波浪理论和江人理论, 乃至正统的宏观经济预测的各种各样的, 前七百怪的关于预测的知识。 当然,这些知识对猜测市场的走向多少,都有帮助和交易。 但作为一个职业潮手,早已不把最主要的精力, 放在对这类问题的探寻上。 职业潮手更应该做的工作是识别不同的市场态势, 根据不同的市场态势制定不同的交易计划, 并以严格的纪律来执行交易计划。 因为,借不去讨论人类是否有能力精确, 预测未来这一折折命题倒是理论就认为日间杂波, 是不可预测的。 但就风险管理,心理控制的这些成功投资的重要因素而言, 透一种思维方法会使我们对市场和交易, 考虑得更为周全。 而从我自己的交易时间来看, 若根据前一种思路进行交易, 投资成绩可能起伏波动很大, 而后一种思维方法所指导下的交易, 则能够使我持续稳定的赚钱。 我常常告诫自己, 一个职业潮手, 在市场好的时候, 一定要勇猛果断, 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就一定要谨慎小心, 路忙和打卸都不应该是性格, 预测未来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 预测市场是投资人的自然欲求, 掌握一定的分析方法和技巧, 具有一定市场直觉和感受后, 我们是能够一定程度上预测市场去想的。 但是, 就我个人的市场经验来看, 要持续稳定的赚钱的话, 还是要更多的讲究在不同的环境下做适当的事情。 换句话说, 识别不同的市场态势, 根据不同的市场态势, 制定不同的交易计划, 并以严格的纪律来执行交易计划, 对职业潮手而言, 是一件比预测市场重要得多的工作, 正确的投资方法可以有很多很多, 但正确的思维方法, 却应该基本一致, 很多投资人, 把太多的时间耗费在前者, 对更本质的后者却所资甚少。 我见到过很多成功的投资人, 他们尽管风格各异, 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 那就是, 他们都具备每逢大事有劲气, 和进退有据的心理特质, 或许,在资本市场成功, 与在别的领域取得成功相比, 有着不同的成功哲学, 我们该形成自己什么样的投资哲学呢? 交易的本质是什么? 作为一个交易者, 你对交易的信念是什么? 是啊, 就如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信念, 在思考和行动着, 喜欢和憎恶着一样, 投资人也都是根据各自的信念在进行交易, 并常常享受各自信念所带来的盈利喜悦, 同时也常常遭遇着各自信念所引致的失败困惑, 伟大的投资需要持来的满足感一叠自怜, 因为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总体而言, 嫉妒, 怨恨, 复仇和自怜, 都是一些危险的想法, 自怜很接近于偏执, 而偏执是最难以改变的一种思维为行, 我们不应该任由自怜自爱的情绪出现, 自怜不会让形势好转, 二不断学习的人现实生活中也会持续进步, 我不断发现, 那些出人头地的人, 并不是最聪明的, 有时甚至不是最勤奋的, 可他们如同学习的机器, 他们每晚上常睡觉时, 已经比当天气床是更聪明了些, 这么做是有帮助的, 当你给自己设定了强忍的目标时, 这种做法的帮助就特别大, 三人生会有一些不公的, 可怕的打击, 要积极的利用他们, 当然, 人生会有可怕的打击, 糟糕的打击, 不公的打击, 这都不要紧, 有些人能恢复过来, 有些不能, 我觉得, 古罗马哲学家艾比克泰德 Epicitus的态度最可取, 他认为, 一切生命中错失的机会, 都是一个表现良好的机会, 每个错失的机会都是学习的机会,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成免于自怜中, 而是以积极的方式利用可怕的打击, 那是很棒的想法, 四支支为支支, 不支为不支, 舍支云, 孔子犹云, 支支为支支, 不支为不支, 甚至于, 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 也说过, 类似一色的话, 真正的了解是要懂得自己有多无知, 这是一种可以传授或者习得的记忆吗? 如果你足够了解结果带来什么风险, 那可能你就懂得, 有些人特别擅长了解个人知识的局限, 因为他们不得不了解, 想象下一位走钢丝的职业表演者工作了二十年, 好好的活了下来, 假如他不了解自己知道什么, 不知道什么, 就不可能活下来, 他努力工作是因为他知道, 如果出了错就会放命, 能生存下来的人都知道, 了解什么是自己不知道的比头脑聪明更重要, 我别太透支, 那种情况连莫扎特也没法应付, 当然, 我们都会受到影响的是自我满足的偏好, 可以用真实的想我, 来指代想心动的主体, 比如, 为什么真实的想我, 不透支我的收入? 曾经有一位只是文明的作曲家, 他生平多数时候, 都过得极为悲惨,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他总在透支个人收入, 那人就是莫扎特, 假如莫扎特都无法应付这种偏执的行为, 我觉得你也不应该尝试, 六乐观的财块和算99%都会出问题, 威胁人类文明的麻烦理念, 六99%都源于乐观的财块计算, 那些财务人员希望追求纯粹的数学方式, 只想关注太过悲观的财块和算结果, 却导致财块和算太过乐观, 这真是疯狂的行为, 99%的问题都源自过于乐观, 因此, 我们应该建立个财块和算方式更保守的系统, 其对资产, 需要比对负债更多的审核, 负债100%都是好的, 一直都是, 资产倒是必须担心的, 把很多成功的机构都不会管得更严, 反而管得没那么多, 很多人认为, 需要制定多些流程, 多些规定, 比如反复检查等等做法, 就能创造更好的成果, 博克希尔实际上没有任何过程, 除非审查对象主动给我们压力, 否则我们几乎不会进行任何内审, 我们只是试图在一种无限的网络中经营, 赋予这个网络应有的信任, 关心其中我们信任的人, 这种应有的信任最重要, 人类而民进化的最高形式, 是以应有的信任编织的无限网络, 你一生希望的也就是一种这样的无限网络, 加入你的婚姻协议有47页那么多, 我建议你还是别结婚了, 持伟大的投资需要持来的满足感, 等待对投资者有帮助, 很多人只是等不起, 如果你没有那种满足感持一些到来的基因, 就得付出很大努力克服自己的不满,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